剛剛有做了一個 也是一樣 當然有時候為了練習方便 還有可以比較省掉一些時間 所以我就拿之前的ListView的CSV那個部分 因為已經把那個 主要網路的外掛加進來了 然後也建了一個Layout 那個部分當然就可以跳過 所以我就用複製 另外當然比較正規的做法是用GitHub 或者Gip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版本控管的工具 不過那個東西沒有那麼簡單 要講可能要講很久 所以有同學去面試的時候 可能被問到說 你怎麼做版本控管的 OK 盡量不要說是你用複製貼上 OK 當然這只能自己做 私底下為了方便 這個是權宜 OK 那如果說你要用其他比較更高階的方法 你可以用GitHub來做 不過我自己是覺得 用的習慣是最好的 但是面試的時候 總要講說 你這些都 至少都有摸過 所以至少啦 也許你如果沒有GitHub的帳號 至少你要去註冊一個吧 OK 第二個的話呢 如果你沒有上傳過GitHub的 就是你沒有把你的程式碼傳上去 至少試著傳上去看看吧 因為這東西等於是一個最大的供應數 大家應該都會知道的 那至於會不會用得很普遍 大家就看每一家公司的性質不同 會有不同的使用習慣 像說真的啦 大部分公司都是比較中小型的 他不太可能會用一些比較複雜的方式來為難自己 OK好 那所以我這邊是為了方便 所以再複製一個 裡面一模一樣 那我來做修改 有時候會比較快一些些 那大概改了哪些地方 我們大家來看一下 那這個喚醒各位的記憶 第一個 就是雅虎股市的水泥 那我希望如果看到這段影片的工程師 不要再封鎖我了 OK 只是為了上課方便 所以沒有任何商業利益考量 因為不然有些時候說真的 突然又把這東西又換個網址幹嘛了 這也沒有必要啦 我只是為了方便 那我們是希望怎麼樣 把這裡面的這個什麼股票類這些有沒有 最高一直到底下這些 總共有這麼多東西 那我希望可以方便 因為如果每一次都要打開電腦 才能看到這個 還要連到這邊 太麻煩了 手機一拿起來 點下去 最好是可以把我有買的股票 通通自動列出來就好了 其他根本不用需要看嘛 所以最好是有一個貼心的功能 可不可以客製化一下 對不對 而且最好是當哪個價錢出現的時候 趕快警告我一下 不然的話 已經大概低於某個價錢 所以趕快要把它賣掉了 對不對 或者高於哪個價錢的時候 趕快提醒我 趕快就是什麼 趕快把它賣掉 可以 對 逢高 逢低 這是基本的準則吧 應該 都不可能說你高的時候不賣 等到低的時候再賣吧 OK 那就是你 那當然我們不是炒短線的的話 也許可以是個參考 那第一個 從網頁上 一樣喔 以後任何的網頁 它只要是一個網頁可以連結得到的話 並且一般的靜態網址 或者像這個是一個動態網址 有沒有 可是它是用GET的方法 傳遞UR的參數 那是Open的 可是有一些像剛才有同學問到 用那個POST POST的意思是說呢 當你要傳遞參數 可是這個參數是你看不到的 在背後傳 那個有時候就沒辦法了 你可能要用其他方法 那這種抓網頁就有一點問題 那不過這個是個案 個案的話有個案處理的方式 OK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這個網頁上面的東西 那我要怎麼抓 首先第一個 我DEMO一下抓下來的東西 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就類似像這樣 Yahoo不是水泥而已 其他的話如果說 你要做完整的話 哇那不得了 因為總共有34類股資料 你要全部都抓下來 不過後來我真的花了一點時間 全部寫完了 全部抓下來 手機上可以看 可是也花了我很多時間 那你們有興趣同學 可以自己玩玩看 全部的喔 OK 那我們先抓一個 如果一個抓得下來啦 其他全部的應該沒問題 那怎麼做 大概就是做出 列出 第一個啦 當然我們一樣的邏輯 就是先把那個 大的有沒有 從台泥到東泥 先列出什麼 列出 他的代號就好 包含他的什麼呢 他的名稱 他的什麼 股票的代號 這個東西 然後當我點選之後的話 幫我把其他的東西呢 都帶出來 OK 其他的東西都帶出來 比如說點擊他 OK 跳出來 類股 這個類股 然後呢 總共底下的東西 全部都顯示出來 OK 他一個確定 他就跳回來 大概是這樣子 那 這個地方怎麼做呢 首先第一個啦 我一樣 為了方便起見 拿那個之前的那個 List View 拿來做修改 OK 那我是把那個 剛剛的外匯拿來改 第一個 先做 建立那個專案 我是複製一個專案 第二個的話呢 基本上呢 我的Stream裡面沒東西 因為這個資料呢 本來是來自於 這個Streams裡面 但是現在呢 我是從網路上抓 OK 那第二個的話 View的部分其實就兩個啦 也是剛剛一樣 就是一個Layout 這個Layout的話 其實就是去 為那個 我的字的大小去做調整 就顏色跟字的大小 第三個就是程式 其實程式是最複雜的地方 那裡面大概做哪些事 我們逐一來看一下 不外乎就是說 怎麼樣 一樣去連線 所以這個連線的動作 最重要是這個 就是我們外掛了那個 HTTP的Core 那個外掛 我把它當外 我叫韓式庫 然後裡面的話呢 當然 我如果需要 總共會有11個欄位 所以我這邊的話 我乾脆 用的名稱 叫COL Colon 因為簡稱 那01到11好了 也許我這邊 假設我的概念是 我希望去抓到網路上面的 這邊總共有 從股票代號 到最低 總共有11個欄位 所以我就宣告了11個 這個Layout ArayLayout 然後呢 我就可以放資料 再來的話 宣告一個Layout view 一樣 那裡面的話 這個好像用不到 這個都預設就有了 OK好 那再來的話就是URL data 我把網路上的資料抓下來之後 放在這裡 那其他都一樣 就是去連結它 那裡面的話 放List view 去也是連結List view 接下來的話 去把資料整個下載下來 那資料下載下來 我這邊好像是獨立寫出一個 叫Gate UI 好像是獨立寫在這邊 當然你把它放在那邊 跟寫在這裡 建一個Void的一個方法 其實道理是一樣的 那裡面的話我做什麼 分別就是去給它一個網址 然後去把資料全部抓下來 特別注意 這邊是BigFive 主要是因為這個網頁 裡面的資料放的是那個 BigFive的資料 所以你會發現 現在用BigFive的真的很少 大部分的URL UTF-8 那可見得 所以最近那個台灣的Yahoo 好像被賣掉了 好像不知道哪一家接手吧 OK 那可見得 因為它這個很久沒改版 然後把資料抓回來之後 放在URData裡面 再來做切割 所以先下載之後 再去做切割 切割裡面的話 這個好像前面也講過 分別的話 我是用一個鍍迴圈 然後去抓後面這一串 那為什麼用後面這一串 其實前面有講過 就是主要 我從它的原始碼裡面 去分析一下 有哪些部分是不重複的 那我就去抓這個不重複的部分 那抓到頭 再往下找 抓到尾 然後用Temp的方式 去把它做切割 切割的話 我這邊用一個substreet 去把它做切割這一段 OK 然後切割到之後的話 分別把它Add Add到哪裡呢 Colony指的是第一欄 在第二欄 第三欄 第四欄 反正 最重要的是這個 這邊這個關鍵的那個有沒有 這個自串 其實還是要去分析 其實最花時間 也是去分析什麼 分析底下這個UR 這個自串 這個自串 我想前面也講過 你可以用Chrome按右鍵 它會有一個檢查 它會自動跳出來 那你可以去檢查看看 這個關鍵的地方 OK 然後呢 還要去算它的長度 往下抓 然後一直一個一個一個 等於一個羅布爾 所以它是這樣 先抓第一個 放進去 抓第二個 放進去 反正就是 有點這樣子 什麼 好像是機械手臂一樣 一個一個把它抓進去 然後放到它指定的位置 所以呢 總共有11個欄位 那我就把這11個欄位 分別完成 那我這邊是用Count 總共有7個 所以 這個這個地方的話 加一個Counter 當這個Counter 小於7的時候 如果大於等於7的時候 就跳離回圈 OK 那所以 基本上 不過如果說 你要判斷 不見得是用那個Count 你可以當然去判斷 什麼條件 為True的 為False的時候 可以跳離 好 那最後的話呢 我們就分別 抓到這些資料之後 所以再來怎麼樣呢 再來丟到哪裡呢 Parser之後的話 我們再把資料 放到那個 我們的 ListView裡面 所以這邊的話 ListView 也是跟剛剛類似的做法 就是說 分別 也是一樣用Arelix 然後呢 建議一個Adapter 這個Adapter呢 裡面當然也需要 給它三個東西 那其中的話 這邊是個Layout 這個我們剛剛也講過了 最重要的是 我要放Adapter裡面 是放第一欄 也就是它的股票代號 然後放進來 SetsAdapter OK 那這個時候呢 當然 你可以看到畫面上 就會顯示出 這樣的結果 OK 那再來就是說 一樣的道理 其實 因為這個範例 是我從剛剛前面那個 來修改的 那只是說 我點選其中一個 它要跳出Arelang Dialog 類似像這樣子 那這個部分的話 跟剛剛的做法 是幾乎一模一樣 所以其實 有點像 拿它一個樣板 然後你就是 來修改 裡面分別就是 Title在這裡 Message 就是底下的東西 分別就是把什麼 藍位名稱有沒有 一個一個加上去 然後用GET 配合Arg2 就分別把這些東西 都做出來 一個Posit button 按下確定 就完成了 所以基本上呢 如果你要抓一個類股 股市 就是說呢 水泥類股市 還蠻簡單的 但是呢 在雅虎股市裡面 其實一般的需求 可能是什麼 雅虎股市裡面的 當日行情 當日行情裡面 有這麼多 這麼多 水泥到什麼 受益 認證 有這麼多 如果說 你要全部 通通把它 下載下來的話 哇 那這個 這不得了 那不過我發現 這裡面好像有 這個資料 多達6000多筆的 可能不適合抓 你們可以自己 那我最後是有 把這個東西 給做出來了 那 不過複雜度 其實非常的高 那請各位 也許你不見得一定 挑水泥 你可以挑食品 或者其他的 你有投資的 或者怎麼樣 也可以把它稍微改一下 OK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那我剛剛的這個 程式碼 我也把它放在那個 我們的第16章 雲端白板裡面 CH16 取得網路資源裡面的 下載 網路資料與格式化 所以叫 瓜湖 雅虎股市 那裡面的話 就有一個是 我剛剛是放在 轉為Android App的部分 分別會有那個 就是來源 資料來源 跟那個 完成畫面 還有介面 介面部分的話 那介面主要 其實還是 前面的啦 做一個那個 Layout 去做格式化 那再來 程式部分的話 大概也是跟前面的 差不多 比較不一樣的 也許是我建的 總共會有 11個欄位 所以11個欄位裡面的話 然後會有 11個 那個 ArayList 然後分別就是 一個蘿蔔 一個坑 分別把資料 先抓 從網路上抓下來 抓下來之後 再切割放進去 再來把那個 第一個欄位的資料 放在那個 這個 List View裡面 大概流行成這樣 最後點擊了 其中一筆資料之後 會自動跳出 它的完整訊息 跳出完整訊息 類似像這樣的一個做法 OK 試試看 好